虐童自死這樣的一個修法 我在立法院裡面 已經多次提出來 不過很遺憾的 問各位報告 在立法院提出來 因為我的法案是要增定 就是林業兒童自死 最高是可以處理死刑 但是這樣一個法案 民進黨立委是反對的 而且是反對到底 所以是沒有辦法在立法院 有多數的同意通過的 我要講 為什麼虐童的問題 現在還是這麼的嚴重 其實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周遭的這些家庭 事實上我們的這個結構 是越來越脆弱的 離婚率也增加了 沒有婚姻關係 生小孩的比例也增加了 以這個台南的媽媽來看 17歲孩子已經1歲多了 請問他幾歲就生小孩 15歲就生小孩 一個15歲就生小孩 等於是未成年懷孕 他都不知道怎麼當爸媽 他當了媽媽 而且婚姻關係不穩定 又離婚 然後帶著孩子去投靠 到人家家裡面 然後產生這樣的一個悲劇 所以你說政府 有沒有更多需要做的地方 當然有 我覺得今天包括蔡總統 包括蘇院長 他們的高度跟他們手上 握有這麼龐大的行政資源 絕對不是用呼籲兩個字 然後就來回應 現在這麼嚴重的問題 我覺得他們兩個 應該很嚴肅面對的是 我們現在的社會安全網 的確還有漏洞 大家別忘了 小燈泡事件 多麼殘忍在台北街頭 他被斷頭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 當時蔡英文已經當選總統 他還信誓旦旦的說 這個阿姨會把社會安全網的漏洞 補起來 還寫了卡片 請問蔡總統 你當了兩年多 社會安全網你補了多少 到目前我們看到的 社會工作人力 如果以政府宣稱要補足 現在還缺了500多名 社工是第一線非常重要的 剛剛主持人提到說 要到家裡面去仿市去看這些孩子 沒有社工怎麼看 所以第一個人力的到位 你作為一個總統 作為一個院長 你要不要很具體的回應 你這一些現在缺的人力 你什麼時候要補足 你怎麼樣去強化 這是你可以做的 第二個針對這種幼童 6歲以下 他可能未婚懷孕生子 然後他可能家裡面 可能有一些負債 或者是他本身有一些犯罪問題 當孩子在這樣的環境 他相對風險比較高 這種6歲以下幼童 他是屬於高風險家庭 你的主動的篩選跟到訪的機制 現在我必須說還是失靈的 如果現在這個機制很好 就不會發生 這個孩子他長期這樣子被虐打 沒有人知道 然後也不會被發現 都是送到醫院 然後孩子已經死亡才知道 所以這樣一個6歲以下幼童 主動去篩檢 然後去主動查訪的機制 應該要加強 應該要強化 這個也是你行政院體系可以做的 還有我們現在 到底政府部門哪一個部門 是負責兒少的保護的專責單位 我必須跟各位講 主改之後他把它拆的 就是一邊叫做社家署 一邊叫做保護司 都等於是把它拆開的 但是兒少的保護工作 他必須是一體的 他從預防到處域 到後續的輔導 他包括他後面的福利 他必須是連成一體 他事權必須統一 現在是內政部主要負責嗎 衛福部 我先說衛福部 對 但是他會涉及到教育部 也會涉及到內政部 他會有跨部會的事情 但是我們現在 整個都是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做出來的力道 當然就是利有未待 這個部分也應該要做 還有最後講到這個 整個我們現在的刑法 是不是太輕的問題 當然是太輕 原來我們在刑法的286 你凌虐一個孩子 他就是 就是妨礙他身心發展的話 是處五年以下有期凸刑 他還沒有訂一個最低的 包括六個月的有期凸刑 他就是五年以下 所以也有可能 只是一顆法金就算了這樣子 然後他對於重傷 對於死亡 他是沒有另外再加以規範的 所以包括我 所以還是五年以下 對 現行 現行就是這樣 現行的話 就算你虐待兒童致死 你還是五年以下凸刑 就是 對 按照這個舊的法令 他是這樣子 但是當然現在檢察官有的會看他 是嚴重的傷害致死罪 所以有的會用 用別的法條來處理 但是這個部分就反映什麼 我們現在的司法 對於孩子的司法公平正義 我覺得保障還是不足的 你說為什麼這麼多的鄉民 他們要動用自己的私刑處理 因為他就是覺得 你現在的法令 對孩子的保障是不夠的 他們看不下去 所以你覺得這一股風氣 有越演越烈之刺 就是大家好像都在鍵盤前 看到這種事情覺得不正義 又看不出政府拿出什麼具體的辦法 所以大家只好就是用自己的行動 來展現他想要去保護這個孩子 或是幫孩子討公道的 這樣的一個行動 當政府看到這樣的一個行動 不是只有說私刑 動用私刑不可取 我們是法治的社會 你應該去理解說 那到底大家現在的訴求是什麼 如果大家認為在司法上面 我們保障孩子不夠 不足以還給孩子司法正義 那該修法就應該要修法 而現在修法 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現在如果在台灣 殺害一個成人 最高其實是死刑 把一個孩子淋虐自私 他不會到死刑 就是我剛剛講 這是我們現在的法令 而現在法務部送出來的版本 最高叫做無期徒刑 而我的版本最高我希望到死刑 因為一個孩子活活的被虐待死 跟一個人被殺害 請問兩個人所遭遇到的痛苦 我覺得那個是等同的痛苦 甚至你活活被虐待的人 他的痛苦可能是更痛苦的 所以既然台灣現在 沒有廢除死刑的情況底下 孩子的司法正義 我認為還是應該要被維護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的 網友或者是鄉民 他們具體提出來的 殺害兒童的人 最高也應該要死刑 當然有人比較激烈一點 就是說唯一死刑 但是就法論法 我們台灣已經沒有 唯一死刑這件事情 但是最高到死刑這件事情 我認為應該要被嚴肅的檢討 我要問蔡英文總統 你在臉書話講得非常好聽 你說該修法就修法 我只問你 如果現在的民意支持修法 要把死刑入法 你同意還是反對 還是你民進黨的立委 會持續在立法院裡面是反對的 該修法就修法 聽起來好像你很支持 但是請問你支持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覺得今天是作為國家的領導人 跟行政院院長 在這幾個關鍵的議題上面 必須回應是具體清楚的 而不是在肉圓 加不加辣這件事情上做文章 給王維銘委員非常高的肯定 因為他是最早提出 加重女兒的加重刑罰 這樣的修法 我們看到現在民進黨 或實在立委員提出來 都是這一波輿論跟風才出來喊 因為王維銘委員 他是長期關注兒哨議題 然後在武漢委員會 其實我們共識非常久 他是一個專注兒哨議題的 專業委員 所以他非常早提出來 當時我還印象很深刻 我記得在司法委員會 討論的時候 民進黨委員基本上一致反對 結果看到現在他們 因為輿論還有這些兒哨事件 平凡發生以後 他們就說 現在他們要朝這個方向來修法 所以這個是讓人非常匪夷所思 這第一點 第二個剛剛大家談到很多 其實事實上都是屬於台灣 所謂高風險的家庭 不管是15歲生孩子 這種未婚生小孩 或是弱勢 低收入戶 經濟負擔很重的家庭 事實上 因為我也在武漢委員會 常常這些議題 我們跟官員溝通的時候 也問他們 當每一次這些新聞事件出現 到底中央相關部會 你做了什麼 他們講得非常漂亮 社會安全網 相關的機制 幾個步驟等等 但每次講到說 他們針對這些高風險家庭 有在列管 有在追蹤 但事實上他們也點出 現實面就是有一個困難 最簡單的 戶籍 也就是說事實上今天 很多時候他們知道 這個高風險家庭 我們知道他可能在 譬如新北市好了 但事實上過不久 他們可能搬家或某些原因 到了其他縣市 戶籍這個相關設政單位 他就沒辦法繼續追蹤 他沒有這樣的一個權限 他不是警政 不是司法 所以我們就問說 那到底怎麼解決 他們也說沒有辦法 因為包括個人資料保護法 包括很多資料勾結比對 他們沒有權限 然後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地方政府橫向的聯繫 譬如說今天這個高風險家庭 從新北遷到新竹 或到高雄 到其他縣市 橫向各地方政府 你有沒有很快的互證單位 連線的方式持續的追蹤 這一點地方政府有沒有做到 第三個 民眾對於剛剛談到 我們對於家暴也好 受虐兒童這些案件 我們會不會多一份關心 因為事實上我們的觀念裡面就是 家所不外揚 而且常常就是說 我們不去介入人家家裡的事件 但事實上很多社工人員 出來講說 政府與其你去規劃 很多這種漂亮的政策或制度 不如宣導家暴不是家事 它是一個犯罪 它絕對不是家裡面的一件事情 家暴是犯罪事件 所以平常我們對於隔壁鄰居 可能門打開 可能有召竊 甚至是不是懷疑有闖口們 我們都會願意拿起電話來通報 來播119 110 但是今天我們卻聽到一個 兒童哭 或是可能有爭吵 我們反而覺得這是人家家務事 所以藉由今天 發生這麼多不幸的事情 其實民眾也要把自己的觀念 改正過來 多一份關係 多一份擊破 其實反而就可能 即時的救了這個孩子 或被虐的這些人士 最後我要談就是政府現在 我們看到包括蘇院長 包括蔡英文總統 發臉書也好 透過社群媒體宣布說用詞很重 我們對這件事情零容忍等等 但我希望不要淪為口號而已 因為每一次新聞事件 今天爆得很大 但之後可能下一波 又有另外的事情 也許朱恩 也許兩岸的議題 也許總統的議題 慢慢慢慢又蓋過去了 很可惜 所以我希望執政者也好 或是我們在野黨也好 接下來下個會期 我會主張也建議我們黨團 就加重女兒刑責這個法案 我們列為優先法案 執政黨團你願不願意 現在蘇院長已經說了 優先審查 好 你就要出來正式承諾 黨團真的要列 而不是過年以後 下個會期 當民眾漸漸淡忘 其他事件 新聞事件蓋過 然後這件事情又不了了之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黨團 一定會持續的追下去 當然這件事情 最持續追的是玉敏 到現在已經有這麼多的同志 因為這一個新聞事件的 頻頻的發生 有可能就在這個會期 就把這樣的法律通過嗎 你覺得 我希望這一次事件 就是說如果朝野可以 有這樣的共識 包括實力 過去大家知道 他們也主張是廢死的 這次願意回過頭來 反而支持這樣子 一個法案的立法 我覺得至少這是踏出一步 但是就像剛剛萬安講的 不要只是因為在風頭上 因為現在非常多的民眾關心 所以大家就紛紛表態 說很支持 但是口頭的支持到後面 可能就沒有具體的行動 而我更期待的是 以蔡總統這樣的一個高度 以蘇貞昌院長這樣的高度 請他們更明確的跟大家宣誓 你支持這個修法應該就是要嚴懲 你支持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目前我的版本 跟法務部的版本是有差異的 我的版本最高其實是可以到死刑 法務部是到無期徒刑 我相信以民進黨的立場 或者是蘇貞昌的立場 他們大概就是到無期徒刑為止 但是現在的民間的聲音 是覺得這種虐童案 真的是大家看得太不仁了 如果說你是蓄意的 惡意的 把一個孩子活活 真的虐待自死的話 那在司法的公平正義的天平上面 是不是跟殺人罪其實是無異的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回過頭來支持 就是在野黨立法委員提出來的版本 我覺得這個是考驗民進黨 到底在這件事情 他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我希望這件事情 就是大家在下個會期開議之後 司法法治委員會可以優先排案 因為我的案子都在裡面了 這個行政院的也在裡面了 如果有其他立委 有一些提案要進來 也都很歡迎 但是不要再有人刻意的 是要去杯葛或阻擋 我印象很深刻 我當時提的271的修法 民進黨的立委全部反對 然後他們反對的理由 因為當時他們也不敢 就是大聲的說 我是主張廢死的 我反對 沒有到這麼的激烈 但是他們反對的理由 他用一個拖延戰術說 我們現在沒有行政院的版本 所以審查你的也沒有用 我們就等行政院的版本進來 然後大家再來審查 所以當時我記得很清楚 我當時就是刻意去擔任 這個趙偉的角色 我說好 那就等你六個月 果正他們現在已經排進來了 他這個案子送進來之後 我希望民進黨的立委 不要再有任何的藉口 到時候要審查的時候 又拿其他的理由來堂塞說 這個什麼不急 我們就是緩處理等等 我希望就在這一次 我們真的就在立法上面 在司法上面很明確的 有一個保障我們孩子的條款 剛剛大佬說 修改這個刑法 就是說可能不見得會解決 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對 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我要跟很多的電視前面的 觀眾朋友講 雖然他沒有辦法完全解決問題 但他可以在司法上面 還給往生的孩子 真正的司法上面的正義 而解決恩怨的問題 當然他是要多重的 多配套的一個做法 所以有一些人 包括Face聯盟 他們總共都說 不可以這樣子修法 你修這個法是沒有意義的 你這樣修法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認為防止恩怨的問題 他本來就是多面向 在社工的層次 在社府體系的層次 在預防的層次 在司法的層次 每一個層面都有 他應該要去努力的方向 要不然我們的恩怨問題只會多 也不會再減少 已經Face的國家 我們就撇開不講 還沒有Face的先進國家裡頭 像類似的虐童致死的案子 現在他們的法律裡頭 最高行動是死刑的 有哪些國家 其實像在日本 日本還是有死刑的 就最寧靜的 我知道 在日本其實還是有死刑的 對 還有 沒有了 其他的我沒有做過 更詹密的就好 但是在大陸 他也不是一個費死的國家 這只是 死刑只是宣告說 這件事情我們國家的刑法 會用最嚴厲的方式去處罰 因為死刑在現在的台灣 是沒有廢除的 把它變成有死刑 代表我們的國家 對這件事情的重視程度 到最高層次 這就是異議而已 對 另外一個我要講的是說 台灣的國情 跟其他國家的國情 到底不一樣 我必須講台灣的額虐問題 真的是特別的嚴重 你可以看日本人口這麼多的國家 他們發生這種額虐致死的案例 沒有比台灣高 我們台灣的人口是2000多萬 但是我們去年一整年 還有十幾件 就是這一種活活被虐死被打死的 所以我認為法律還是是服務人民 就是說裡面一個國家有你特殊的 現階段的一個需求 所以現階段如果我們整個額虐的問題 還是是這麼多 而那個致死他並沒有斷 他並不是變成個位數 他也是十幾件 二十幾件這樣的情況 我認為我們現階段的法律 就應該符合我們現在的社會情況 如果未來我們更進步 我們任何的預防措施做得更好了 這些案件數都下降了 然後我們更可以 就是說不需要這樣的立法 來確保孩子可以再修法 所以我認為法律不是一層不變了 而是他每一個階段 都應該要因應 這一個國家社會的需求 而做出適度的調整 什麼 ya 就是住開 集結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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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